九層塔 蒜苗在自家后院 现采现摘直送厨房 清洗蔬菜同时 锅子内虾米 蒜头 干辣椒 已经开始沉沉欲动 用大火把辛香料紧紧裹出 汆烫过的猪肉 豆干 尤别其他人的客家小丑 他们家用沙茶调味 这是老板自己最喜欢的味道 收干酱之后加入刚才下的九层塔 不同过去传统客家小丑 他们以虾米取代鱿鱼 九层塔跟沙茶让滋味更加丰富浓郁 猪肉软硬逐中 豆干入味 连牙口不好的人都能细细品尝 因为很多客人都说鱿鱼太硬了 很多人都说牙口又不好 这样咀嚼的话就觉得很有压力 不吃又觉得浪费这样子 后面就改成虾米 把传统料理赋予自己想法的 还有这道韭菜 三色蛋 菜脯呢 馅料里有鸡蛋 咸蛋 皮蛋 自己种的韭菜 还有菜脯 满满的料一入锅 蛋香随之而来 为了不死咸 咸蛋 皮蛋的比例可得拿捏刚好 把外皮煎到恰恰 最家常的料理菜脯能做出不一样的变化 同时能吃到咸蛋的咸 皮蛋的Q 以及鸡蛋的香 还有微微的韭菜甘甜 各种食材结合得恰到好处 不抢彼此风采 简单却又能蹦出美味 灵感来自老板娘游秀奇的女儿 因为我女儿她不喜欢蛋黄 她吃蛋白 每次去菜市场 很多摊贩都会自己做那个三色蒸蛋 后面我就把它融入在那个蛋里面 用煎的 反而有那个焦香味 对女儿的溺爱在料理中表露无遗 原本一家人在北部桃园生活 她跟先生王一鸣一起经营餐厅 无奈房租涨不停 又遇到不景气 北部压力让夫妻两喘不过气 我是觉得在乡下没有房租的压力 所以变得说压力没那么重 就可以很轻松 而且自己旁边有地可以种一点菜 回到先生的老家花莲凤林重新开始 老板王一鸣是道地的客家人 于是把古厕变身为浓浓客家风情的用餐区 圆桌花布仿佛让人回到早期农村时代 加上王一鸣的满满创意 改良客家料理却又不是传统元素 运用客家特色 腌制食材入菜 把鲁鱼炸到金黄带围焦 用锅内的余温 爆香蒜头 姜丝 还有自制的洛神花酱 酱油中和洛神花甜味淋在鲁鱼上头 这道视觉效果十足的金木鲁鱼 乍看还以为鲁鱼上头铺满辣椒 没想到是如红宝石般的洛神花 晶莹透光 闪闪发亮 一路口酸甜胶汁搭配鲁鱼细枝肉质 经验鲁鱼鱼鱼 比较特别 然后很有创意 它用那个洛神去提味 我觉得很特殊 洛神红红的这样看起来就是很喜气 洛神花 蜜的那个汁啊 全部都淋在那个饭里面 剩盘汁 有时候连鱼骨头都不见 传统激起创意浪花 打造无菜单客家美食 自家菜园就是最佳补给站 有什么煮什么 从喧闹的北部回到宁静的城镇 少了沉重的压力 做出来的料理别出心裁 有时人生转个弯 迎来的是六岸花名又一村